恭喜老師這次中環機生2.8 老師今天這盤棋就是還蠻複雜的 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今天的狀況 前面感覺應該一直也都差不多 應該說可能一度感覺的局面還不錯 不過也不太確定有沒有優勢 所以後來在左上角就還想要便宜一下 沒有算清楚最後是幾乎全部死掉 這邊虧完之後就一直感覺不太好 當時中間那一串工房還蠻激烈的 結果有一度齊瑞老師也是參考很久 那那邊當時您覺得局勢怎麼樣 那是什麼時候 就是中間 那時候我其實覺得我應該不太行 因為我左上角虧太多 那是到什麼時候才覺得 就關子局面比較好轉 就是後來我 左上角這邊就是團到一下 他跟著硬之後 就他下一手要補只能補在裡面 然後我搶到右邊這個之後 就感覺局面變得蠻接近 本來如果沒交換到 他可以補在外面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明顯不夠 那最後獲勝的關鍵是在 對 感覺後面關子可能 可能對手沒有下到最後 那老師這次兩盤翻起的內容 老師覺得發揮力都還蠻硬嗎 兩盤應該內容應該都不太好 不過 其實這盤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可能還是好一點 大部分時候其實 感覺 就發揮了在可接受的範圍 只是這個 左上角這邊的失誤有點太大 嗯 那老師現在奪冠後 心情怎麼樣 也沒特別的心情 主要還是 感覺 就這支盤後冠盤 可能蠻值得研究一下 嗯 那老師週末還要去圍獎 今天回去之後 會做哪些準備或訓練嗎 還是會放鬆一下 嗯 嗯 還是稍微要訓練一下吧 因為 可能 就 狀態還是沒有調整到非常理想 嗯 那這次是要去 飛到哪裡去 這次是杭州 嗯 距離比較近 哦 對 那這次 老師從中環季勝一路過關展將 前面有沒有哪 對到哪些對手 或是 哪盤其量的印象 也蠻深刻的 其實好像都沒有太印象深刻 嗯 印象中應該還是就 決賽是 比較艱難 嗯 決賽這兩盤 嗯 那老師這次 是在一週內就 下完兩個比賽 然後也拿到兩座冠軍 那有什麼話想要跟 支持你的企友說的 就是 還是感謝大家一直 嗯 就是關注台灣維修 嗯 嗯 其實對於今年自己的表現 不是 太滿 對所以 嗯 就 可能還需要 嗯 繼續努力吧 嗯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訪問一下 齊瑞老師 老師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 今天這盤子 嗯 其實前面 前面我感覺我挺不好的 就在下手 但 就 這腳 感覺好像有點看錯 所以 感覺虧蠻多的 那時候就覺得 可能我局面還可以 但是 中間 下完之後 就 就其實 其實我一直都感覺我自己不太好 呵呵 就 沒什麼感覺有優勢過 唯一感覺有好過可能是 就他自己 虧了之後 然後 後來其實我一直都 以為我燒差 對 中間那時候就是 黑棋在殺白棋 那時候 老師也覺得形式不太好 嗯 就 我感覺我 雖然活了 但是 可有點多 所以 感覺好像 就 就不太好 嗯 我想說 那時候看好像 那一串都是藍點 但 但 但我 我自己下來我以為我還不夠好 嗯 那老師 就這次中環接勝賽 結束了 那接下來 還有在棋王挑戰賽 又要跟皓鴻老師交手 嗯 那您自己接下來有哪些期許 嗯 其實 感覺 都是 這個 呵呵 中後半盤感覺 不太給力 然後最後也是 其實 就 這個角的地方 教室有點看錯 這部看錯之後 就感覺 就感覺 就感覺覺得有點不太行 然後後面就下來 比較傷 呵呵 所以希望 之後幾盤 後半盤 能 嗯 更加油 那您上次有提到 想要 避免一些 就是 自己的失誤 那回去會 特別 針對這部分 做哪些訓練 嗯 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訓練 應該也不會吧 就 就希望不要再看到這種期 而這盤又出現一首 膠齒 那最後有什麼話想跟支持你的企友說 嗯 就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台灣為奇的關注吧 然後 還有幫我加油 謝謝大家 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